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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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隍文 中文明國 112年8月8號 今年22 這個 之前有 我們聽眾朋友跟我開玩笑 說我講的一些 八卦 可以講電梯的故事 因為很多時候 我跟同台的來賓 搭電梯的時候都會聊天 或是說什麼互動 講一些電梯的故事 今天補充一下 場景不在電梯 場景在TVBS的南側 我們一場有三個來賓 兩位來賓已經 我錄完了 下一場的兩位來賓已經進捧了 不干我的事啊 因為我已經錄完了 我就準備離開 就去洗個手 那就看到 就遇到賴月籤賴老師 那賴老師呢 還在整理他的臨戴 因為玉樹臨風賴老師 他服裝儀容是很講究的 像我就穿的很隨便 賴老師還打臨戴 他還在廁所在整他的臨戴 那我走進去 我當遇到賴老師就打個招呼 我說賴老師 他們 因為我不知道來賓有他 我想說應該是他 因為另外兩個都進去了 我說他們已經快要開始了 他 氣定神賢你知道 就是那種 不急不許這樣 他就看著我笑一下 他說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沒關係來得及 來得及 他完全 他不會說 快輪到我了 我就趕快衝出去什麼的 沒有 賴老師非常的穩重 gentleman 這個教授就是教授 他慢條sleeve把他的臨戴整好 然後 跟我說再見他就掉頭走了 換他錄影了 那 我就沒有在看 賴老師就走出去了嘛 然後 這個王洪威走過來 因為王洪威要去女廁 你知道賴岳謙老師跟他講什麼嗎 賴岳謙跟王洪威講說 他年紀比王洪威長嘛 他叫他洪威 他就很親切的打招呼 洪威 然後 王洪威聽到他叫他也很高興 啊 那老師什麼 然後 賴岳謙是這樣講 他說 我只有聽到聲音 因為換我在洗手了嘛 對不對 就是聽到賴岳謙對王洪威講說 洪威 加油 就加油 就是長輩對晚輩這樣 加油 因為要選舉的加油 王洪威就很開心這樣子 就跟他說謝謝這樣子 然後賴老師就去 就進棚錄影了 我就很感慨說 這個我們 這個為人處事啊 一定要跟賴老師學習啊 你看賴老師 他也不會去跟人家吵架啦 對罵啦 是不會 人家看到他就是 洪威加油 加油 加油 好不好 唉呀 我真的是 太慘愧了 這個 這個 要多跟賴老師學習 要多跟賴老師學習 幫人家加油 好 不要 不要去講國民黨的事情嘛 國民黨 這個 如何如何 好 這個 就是看到人 看到候選人 就是加油 好 人家聽了一定心裡就 暖暖的嘛 喔 這個 謝謝謝謝 選得很辛苦啊 你幫我加油 這個比陳輝文那個白目好多的 陳輝文只會罵我而已 他會幹嘛 對不對 每天罵我 然後還 真的是 太好 真的是 好 來 給我這個賴清德那一張 來 我們從第一標來 這個聊天聊晚了 開始講題目了 齁 齁 這個 賴清德啊 接受三立 這個 核芮道的專訪 齁 這 提到 泰獨今孫 Bedуль 太獨今孫 不是那麼重要 他只是一個喻 一個昵稱啊 好 長久以來我們都稱 賴清德是 泰獨今孫 好 那昨天賴清德說 沒有啦沒有今孫 我們都很仔細 Ree 只有政治精同啦 政治精同是誰 在我們政壇啊 被称为政治金统的 不是马英九 也不是陈水扁 马英九跟陈水扁 旁边休息一下 在我们政坛被称为政治金统的 其实是赵少康 那是很多年前的 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赵少康 这个臣民非常早 如果赵少康继续在政坛发展 不会有马英九 整个历史就改写了 但是赵先生他选完台北市长之后 就跑去做媒体了 其实我们媒体 新闻界是不需要赵少康的 政坛是需要赵少康 他跑去弄媒体 这个 哎呀 这实在是也没办法了 好 那这个赖清德因为独派 包括这个孤宽敏先生 他们都对赖清德 非常的疼爱 好 那台独今孙的这个 这个 绰号 这个昵称才会不进而走 其实独派他们很早以前就 希望赖清德选总统 好 最早的话是在2011年 好 已经十几年前 2011年 也就是马英九要连任的时候 好 因为2008年那时候是旅游书械 旅游书械四大天王的这个 争夺 选得很难看 然后民进党惨败 2008年民进党惨败 2011年就是准备2012大选的时候 马英九要连任 那个时候这个孤宽敏 构成是以这个凯达格兰基金会 那个时候还没有台湾自宪基金会 台湾自宪基金会是后面 后面孤宽敏先生才成立 那个时候就凯达格兰基金会 这个权力的 那做了很多民调啊 然后权力的支持赖清德 这个挑战 这个选总统 所以独派对赖清德的支持是 这个 当然赖清德也有回报 赖清德在立法院讲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哇 那个独派听 是犹如天降甘霖啊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我是没有机会专访赖清德 我很想问他说你从政这么多年啊 你现在是副总统 你当过行政院长 你当过台南市长 你当过立委 你当过国大代表 这么多的职务 你也从政这么多年了 你做的哪一件事情是 跟台独工作者有关的 一件事情就好 这么多的职务 从国大代表立委 台南市长 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你哪一件事情跟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几个字有关联的 你通过的任何一个法案 你做的任何一件 这个政见啊 政策什么 哪一件事情跟务实台独工作者 这我是比较好奇啊 所以他抛掉这个 台独精顺的这个称号 当时跟他选总统 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他就说他这个 没有啦 那我什么台独精顺 大家都是喊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牵托的 那因为这个我们后面 会跟大家多谈一些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的 这个诡辩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刚讲说 三立这个去专访这个赖清德 那之前是梯台这个专访侯友仪 这个这个当时一贯的套路啦 这这个没有什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处理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三立跟梯台的立场 所以 比如说这个赵先生他专访侯友仪 他对侯友仪是非常非常的礼遇啊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专访里面 几乎都是赵超康在做球啊 但是侯友仪获得真召之后的 第一个媒体的专访 就是参加这个赵先生的 邵康战情室 那里面太多套路了 甚至在提到两岸政策 跟九二公司的部分 在做论述的不是侯友仪啊 在solo在 在论述的变成赵超康 那太好笑啦 整个都偏调 赵超康你不是候选人 你讲一大堆干嘛 你是主持人 你不是来宾啊 那侯友仪把稿子背完之后 变成是赵超康在帮他补充 立刻侯友仪就变成观众啦 就变成小学生啦 那你看昨天这个 他们是预录的 不是现场的 就是这个三立专访 这个赵清德 里面也是 就是并没有直球对决 因为自己人嘛 三立怎么可能去刁难赵清德呢 TVBS怎么可能去为难侯友仪 所以我认为应该对调 我认为侯友仪应该去接受 郑弘怡的专访 那赵清德你去接受赵超康的专访 好不好 我相信以赵清德的这个状况 赵超康应该也问不倒他 赵清德很能讲啊 但是侯友仪去接受郑弘怡的专访 比较有点洋入虎口的味道 还是不要好 我讲是这样讲 因为我待会有准备 这个侯友仪今天回应赵清德的这个部分 再跟大家做说明 好没有关系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赵清德昨天专访的部分 他提到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我先播给大家听 让大家听一下这个话带 听听赵清德讲什么 那中间这个提问的人就是郑弘怡 三立的这个当家的这个主持人 他跟赵清德的这个一问一答 我们听听看这个赵清德是怎么论述的这个部分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台湾斩钉截铁的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那这个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 他的国民是中华民国 那如果要改国民就按照民进党的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台湾人冠定 台湾前途决议文基本上也接受了 国民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他的内容是这样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对于未来前途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可以决定 还有另外有一句就是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啦 这后面没有录好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个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 因为我这个侧录的时候有点杂音 这个我明天再把录的更完整的版本给大家听 就是你可以听到赖清德在这一段里面 他谈到是整个专访里面的重点 因为我们经常讲说 这个大海浴缸跟漱口碑 那刚刚赖清德讲 这全部都是大海的这个范畴 那距离大选还有一百五十八天 扣掉那个什么父亲节的 那些那些圈圈叉叉之外 终于有讨论到深水区的地方 终于有谈到这个大海 那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其实赖清德之前在中央党部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也都讲过了 那待会广告回来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侯友宜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先进广告来 菲律版餐 我是陈辉文 如果大家长期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对刚刚这个赖清德提到 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 应该不至于太陌生 因为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这个就民进党而言 是1999年通过的 1999年距离现在已经20几年了 24年 1999年的这个民进党全代会 那故意去通过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来去取代所谓的台独党纲 那台独党纲是1991年 更早之前的事情 1991年台独党纲 那1999年 有所谓的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当然以党纲跟决议文的位阶 当时党纲比较大 那为什么要去弄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是有当年1999年 这个时空背景是这样子 就是那时候 这个即将面临2000年的总统大选 那民进党为了自圆其说 其实这个东西 问郭正亮是最新的 这个起草人之一就是郭正亮 我当然就如同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个旧的东西 台湾前途决议文是 就1999年 这20几年了 然后2021年的双十国庆 这个蔡总统把互不隶属拿出来 就当四个坚持的其中一个 这个四个坚持 另外三句都是废话 什么什么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制度 然后什么 什么主权不容侵犯 什么这不是都废话吗 其中四个坚持的唯一一个关键就是 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如同我刚播给你听的赖清德讲的 那个也是在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里面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那未来的前途有2300万人决定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几句话讲完 其实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虽然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谈过很多次 赖清德也讲过很多次了 赖清德今年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他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集中 他这个部分他讲 我自己听都听很多次 我听到都倒闹了 但是我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就说 即便我听了这么多次 昨天赖清德在三立的专访又讲出来 我听了还是很难过 我听到还是难过 我跟大家做解释跟说明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他讲说 也接受这个国民是中华民国 这是非常离谱的讲法 我再播一次这个三立专访赖清德 他讲到大海的部分 最关键的部分 这个再播一次给大家听 这个前面是赖清德 中间这个提问的是三立的主持人 郑鸿宜 郑大哥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台湾 斩钉截铁的 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那这个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 他的国民是中华民国 那如果要改国民 就按照民进党的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台湾人冠定 台湾前途决议文 基本上也接受了 国民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前途决议文 他的内容是这样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对于未来前途 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可以决定 还有另外有一句就是 中华民国和中华的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最后这个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互不隶属 这个后面我没有减好 再次跟大家说对不起 那这个最最严重 最离谱的部分 当然就是赖清德讲说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 接受我们的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各位听众朋友听得懂吗 就说民进党是很尉属的 民进党是国不离三种 民进党是勉为其难 勉强去接受我们的国家 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我要请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民进党是给什么叉叉 民进党是什么叉叉 民进党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政党 今天下午有一个民进党立委 就坐在我旁边讲说 我们不能法理台独 不然这样这个中共就会打我们 就死人啊 你不敢法理台独 中共就会打你 所以你就不敢台独 台湾人民主进走路地 我是懒得跟他计较 因为你没有办法 这种大海的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跟高家瑜讨论的 他也讲不出来 你跟他讲他只会在那边耍宝 因为很怕大陆打你 所以你就不敢去修宪 你不笑死人啊 唉台湾人这 这么没气败到 怕死 爱情怕死建造官 好骗又赶 他说就要改宪法 那不要改好了 我们就这样就好了 这很可笑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是民进党的内部文件 他不是法律 他也不是什么条约什么 他是一个民进党 自己自嗨的东西 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 只是拿出来说嘴的东西 那你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中华民国 那我请问大厅人 难道我们要谢谢民进党吗 感谢你没有把国家的名字改了 看你要改成什么台湾共和国 还是什么福尔摩沙共和国 你要改什么名字呢 就民进党 心不甘情不愿的 好了好了 就接受叫中华民国好了 你讲这什么叉叉啊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羡慕馆长吗 这个三字经五字经都可以 民进党太离谱了 什么叫做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国民叫中华民国 各位听众没有 不是说我很喜欢骂国民党 我讲国民党从中央党部到文传会 到侯友宜的进办 到国民党那立员党团全部都叉叉 就赖清德讲这个 他们就我们就继续拼民调了 我们就继续 国民党国民党整个 论述跟辩护的能力都没有 忙着内斗 罗志强去拍柯文哲的马屁 我一直看不懂 罗志强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但是罗志强很抱歉 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 实在没有时间骂你 这真不好意思 没有人去 严正的驳斥赐 赖清德的谬论 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就最大灾害党 中华民国的建国政党 这个中国国民党 沦落到这个地步 就赖清德讲说 民进党的台湾前途 杰玉文 接受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这就好比当年蔡英文讲的 民进党可以包容中华民国 蔡英文讲的 民进党可以包容中华民国 那民进党是什么东西 民进党是爸爸 民进党是妈妈 好民进党可以包容中华民国 民进党不配啊 我可以告诉你民进党不配 民进党这个什么叉叉你包容中华民国 你是什么东西啊 民进党不是个东西啊 你可以包容中华民国 你太好笑了 赖清德说民进党的台湾前途杰玉文 接受国民是中华民国 那你不接受吗 你可以不接受吗 国民是你决定的吗 是你一个民进党来决定说 我们国家叫什么名字吗 赖清德 中华民国建国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啊 国家的名字是你决定的 你是什么东西 你什么都不是啊 那你不高兴 你不高兴你革命啊 你学国父 你革命啊 你推翻政府啊 你来啊 这 住住姐讲的 我们在不该退让的地方 退让的 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 就是李登辉那个叉叉 整个国民党的软弱 弄到现在说 可以主张台独啊 可以主张分裂国土啊 可以主张一兵一国啊 可以主张互不隶属啊 国旗国歌国号 都可以不开心 都看了都可以不满意 那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什么呢 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什么呢 你根本也不在乎啊 我就当总统 我就当立委哦 我选票多的我就赢啊 就用克刚去洗脑那些年轻人啊 把中国 也不太讲中国的 我们就是中国 你为什么不是 我们为什么不是中国呢 就你被绿媒 被民进党洗脑洗习惯的 我们是台湾啊 中华民国的简称是台湾啊 中华民国的简称本来就是中国啊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毛泽东在干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民国38年才成立的 这个你嘛好的 你怎么不敢讲你是中国呢 从李登辉已经整个片段 然后就想说 不要反攻大陆了 打不赢啊 不要逐路中原啊 我们就偏安台湾就好了 柯文哲讲什么 柯文哲说 柯文哲讲过了 等到中国人啊 上厕所有门的时候再来谈统一啊 柯文哲讲的 他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大陆人 你们上厕所都没有门啊 好可怜啊 柯文哲就是这种水准啊 然后陈长文罗志强 一堆叉叉说 我们要蓝白合 你跟柯文哲合啊 那你去合啊 你国民党跟柯文哲同流合污 我是绝对不会去投票的 我那个 明年1月13号的摇滚区 已经有人报名了 第一名是007 第二名是蔡包子 第三名是苏煮豪 第四名是 灾灾中 摇滚区已经爆满了 你跟柯文哲混在一起 我是绝对不会去投票的 那你就去跟柯文哲鬼混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 我说这个 这个像 蔡英文跟赖清德 他对国家的概念 陈水扁以前讲 中华民国是什么话 是啊 那陈水扁你又是什么东西 你贪污 陈水扁贪污 陈水扁的太太也贪污 陈水扁的儿子现在在关 陈水扁的女婿 媳妇 陈水扁你一家都很丢脸 你说中华民国是什么话 那你又是什么什么话 陈水扁你笑死人 那个搭高铁的时候 我记得是苹果还是益州刊的记者拍他 他跟他的这个医生朋友坐在那边 坐高铁 然后记者拍他 他手不能抖 他很不高兴 你一直拍我的手干什么呢 陈水扁的手在抖是假的 陈水扁的病也是假的 这是谁告诉我你知道吗 是台大有个医生啊 叫做柯P啊 柯P跟我讲的啊 柯P在少康战情事讲的啊 他说陈水扁的病是装的啊 陈水扁说中华民国是什么话 那陈水扁你又是什么话 蔡英文说民进党可以包容中华民国 还说中华民国是个流亡政府 那民进党是什么 他民进党根本不值得一提啊 那下一代清德讲说 台湾前途决一文 接受国民是中华民国 阿柯我来给你谢谢 甘文哦 甘文你没有改国民 你接受国民是中华民国 这太好笑了 你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 这个都是侮辱国家 颠倒是非到这个地步啊 很像民进党比较大 中华民国比较小 我可以包容你 我可以接受你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你是一个流亡政府 你是什么话 你这这跟太离谱 赖清德他是愧为副总统啊 你可以从民进党那些叉叉 其实他们心里他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我要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的存在 中华民国屹立不遥 是轮不到民进党废话的 民进党是不值得意义 中华民国112年的历史到今天来讲 民进党犹如沧海之一树啊 一个小丑型的垃圾政党啊 讲他垃圾是客气的啊 这个党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搞台独搞破坏 一天到晚就是 啊 真厉害算啦 真厉害算 你一堆建招啊 1450啊 策役啦 拿公务预算来这个置入啦 这民进党这个党有什么好谈的呢 他清廉勤政爱乡徒 你笑死人啦 每年都会去纪念 哪一种 郑南荣啊 训道 很坚持言论自由 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让他把中天给关了 笑死人啦 如果有一天 国家灭亡了 民进党 居首攻啊 国民党是第二名 民进党第一名 我不知道这到底在搞什么 那这个赖清德的这个专访 这个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侯友宇的回应 因为记者问 因为记者是问不到重点 记者问侯友宇是说 赖清德讲说 一中啊 一个中国反而会引发战争 问侯友宇的回应 一分零二秒就有点长 我不给大家听 我没有简洁哦 记者前面问你看侯友宇怎么回答 今天的这个新闻话带来来来 国际媒体都报道过了 现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在台湾 我到日本去 日本的政界领袖也一直关心台海集市啊 就是因为关心台海集市就很担心 台湾在冰冲站围底下会面临战争 这个声音是全世界的声音 台湾的人民我走到哪里也很关心啊 我们到底会不会安全啊 所以赖清德不要自欺欺人 我侯友宇一定是坚守民主自由 自我防卫提升 会降低两岸冲突 让台湾人民远离恐惧 这事务不会前一步 就像我一辈子守护中华民国 守护台湾金马人民的安全一样 这个就是侯友宇的回复啊 自在第二段的第二标 第二段的第二标 这个就是侯友宇的回复 我就跟各位讲过 我只要每次听侯友宇讲台湾金马 我就不想投票给他 我不晓得要跟侯友宇喊话几次 中华民国不是只有台湾金马 你不要选好了啦 你回去当新北市长 中华民国怎么会只有台湾金马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虽然我们现在的总统是蔡英文 副总统是赖清德 但是如同我刚跟大家解释 这个台湾前途决一文的时空背景 这个长期以来国民党就是一直退让 这种从李登辉时代就开始 这国民党的退让是什么 就是说 啊不要打架啦 不要吵啦 不要闹啦 好啦就是叛国也没关系啦 主张台独也没关系啦 一边一国也无所谓啦 国民党就是不停的退让 那换来的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就是得寸进尺 民进党就是去吃官廟宫 这台湾前途决一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其实我严格讲起来 蔡英文跟赖清德他的爱国是假的 因为他不是爱中华民国 他是在台独啊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当然是错的啊 台湾怎么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呢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啦 什么叫做名字叫中华民国 他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啊 这民进党他是用 一刀切的这个方法 他就直接把台湾跟大陆的 那个脊带给他切断 那是切不断的 所以你看赖清德讲的 其实很幼稚啊 他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他还加了一个斩钉截铁 台湾斩钉截铁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赖清德你当然可以这样的主张 可是民进党跟赖清德是应该告诉所有的台湾人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人家大陆的宪法 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更坏的消息消息是 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是一中原则 不管那个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是中华民国 都是一中原则一中政策 那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主张说台湾斩钉截铁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是赖清德这种 自嗨自味的方法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面对大陆的文攻武吓 跟触统的压力的时候 你要怎么解决 赖清德现在想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增强国防 我们要跟美国抱在一起 我们要跟什么印太什么 动不动就讲印太 我们跟美国跟日本跟南韩跟菲律宾 跟我们这几个邻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邦交 跟任何的安保协定 没有 如果我们真的被打的 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就跟没有人去救过乌克兰是一样的 谁去救乌克兰 没有我给你钱 我给你军火你去死 死的不是俄罗斯人就是乌克兰人 美国人一个人都没死 为什么 我不会去救你 我干嘛救你 不然美军干嘛撤离阿富汗 阿富汗 你去问赖岳谦 问杨永明 美国去阿富汗几年你知道吗 讲得很可怕 二十年了 美国长驱直入 挥兵阿富汗二十年了 他说走就走 他说跑就跑 我要走了再见 他就跑了 当然中间拖了很久 从欧巴马的时代 就已经决定要离开阿富汗了 可是欧巴马也是软弱嘛 把烂摊子丢给川普嘛 川普当四年嘛 川普走到要死 我这撤兵 你去用美西 川普也不敢处理 丢给拜登 拜登去擦屁股 就拜登被骂死 其实 如果你严格讲起来 欧巴马当初决定的时候 决定要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欧巴马的副总统是谁 欧巴马的副总统就是拜登 欧巴马当了八年的美国总统 八年的副总统都叫拜登 同一个人 所以拜登也别想甩锅 你有份阿 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 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一文 是违背宪法的 互不隶属 也是违背宪法 这个苏永清教授 那个都讲过了 我们节目中都讲过了 台湾前途决一文 他就是违宪阿 怎么会互不隶属呢 我们跟不管是两岸互不隶属 或是两国互不隶属 都是违宪阿 大陆地区是我们的 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统治过台湾 那个是事实阿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统治过台湾 可是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阿 我想请问侯侯仪 请问赖清德 请问蔡英文 那这一段怎么办呢 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 这件事情怎么办 怎么办 两半 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讲了 就是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 不要再讲了 反正年轻人也不读这个历史 课纲不要写 不要让他们知道 中华民国建国是在大陆阿 还是你不承认 还是就算了 我们从1949开始算 所以今年不是中华民国112年 我为什么每天都拜托阿智 要把这个标打在上面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2年的8月8号 为什么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还这边主持 我每天就是要报 今天的日期是中华民国的几年 几月几号 只要中华民国还存在的一天 我就要念阿 那怎么会是互不隶俗呢 民进党他变成是在全民入党 他变成把台湾前途决一文的一个 没有法律效力的一张纸 要强加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 当民进党在胡搞瞎搞 国民党还在乱阿 我不晓得国民党在乱什么 就是说 你应该出来捍卫这个事情的 去捍卫九二共识 去捍卫中华民国 我不会去苛求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不重要 我也不会去讲郭台铭的 谁管郭台铭阿 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义务 去捍卫他的 去保护中华民国的 当然是国民党啊 这种事情 你会期待柯文哲跟郭台铭吗 免了吧 审了吧 那国民党在干什么呢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当代清德讲说 台湾前途决一文 接受国民叫中华民国的时候 我实在是 我真的是 这个很像什么 很像侯偶宜讲的 侯偶宜说 我接受 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公司 侯偶宜你是叉叉吗 你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公司 什么叫做你接受 什么叫做你接受 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你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公司 我觉得 赖清德跟侯偶宜的观念啊 都非常的可笑 什么就是你接受 你是接受 你比较大 你是高大上 你比较高兴 你比较大 所以你接受 你接受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我想请问 赖清德难道你可以不接受吗 你可以不接受国民叫做中华民 那你是要干嘛 你是要修宪吗 把这个国家给毁了 把国旗 国歌 国号通通都改了 反正慢慢的洗脑 像陈辉文这种念旧科纲的过几天就死光光了 然后年轻人都给他洗脑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我们跟大陆和中国都没关系 这样 等到洗脑都越洗越 哇洗得也洗也洗了 再来 所以我去年就跟大家讲 我反对18岁 投票 18岁公民权我是反对的 你又洗下去都没算 我实在没得到 这个 这个最新的民调 这个有第五标 这个赖清德啊 昨天在友台专访 还有民进党的 对不起 民众党的发言人 他们不约而同 都透露了 民进党跟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侯有余都是老三 因为赖清德他是比较迂回的 讲赖清德是说 内部民调我不能公布 但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顺序 跟大家知道都一样 所以侯有余是第三名 那民众党的发言人是更狠 他说赖清德跟柯文哲都超过30% 然后赖清德赢一点点 但是在误差范围内 他没有讲数字 民众党的发言人说 侯有余不到20% 赖跟柯都超过30% 侯不到20% 这个是民众党发言人讲的内参民调 这个就是学朱立伦啊 反正内参民调我不用公布啊 我干嘛跟你讲数字 我干嘛跟你讲交叉分析 朱立伦可以带风向我不能带吗 朱立伦上礼拜不是讲说 侯有已经追上来了吗 赖清德马上就打脸了 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这个 这个打脸 我给大家听这个侯有余的回应是什么 来来来 侯有余的回应被问到这个问题 民众党内参民调说赖科都是30% 那你们的估计不到20% 你怎么看 其他党派的内部民调 我不清楚 所以也无法评论 不过 我最近 勤跑机场 看到我们机场民众对我有很深的期待 一直给我喊 动算打油 一直带掉 一定要政党轮替 一定要让台湾能够平安度过 这个声音我走到哪里 处处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侯有的回应 听到这侯有的回应 其实我跟大家讲 造势场合都是自己人 因为侯有他没有 我跟各位讲 侯有他到 譬如说他到中南部 到桃园新竹每个地方 你去 譬如说你去庙里参拜 或是你到立委候选人的地方 去的都是 国民党的自己人 侯有你自己都选过 你怎么会不知道 侯有你有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会帮你喊动算喊加油 一定爱掉 会跟你讲这种的 都是国民党的始终支持者 那你怎么还会飘飘然 还你勤走基层 你全代会之后 你勤走基层 你还是第三 就是各位听了没有 你去安排好的造势场合 你听到的一定都是好听的话 动算动算 就跟柯文哲 他不是之前 吴子佳也帮他办 那个什么董事长开奖吗 那个台下的每个都叫他柯总统 为什么都是柯粉啊 这凯道也是一样 黄国昌跟馆长办的活动 会开也都是极其柯文哲 这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赖清德去的场子 不是支持赖清德的谁会去 你也好了 你去国民党的场子 大家跟你喊加油 喊动算 这不是废话 你怎么会飘飘然呢 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我听到这回应 我都觉得这到底到底是在想什么 我也是在很难理解 因为我觉得侯友宜选得很挣扎 我跟各位解释过 就是说你今天母鸡去连累小鸡 会变成总统跟立委的双杀 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个双杀 因为我今天不是说侯友宜的民调低 我去嫌弃他 我跟各位讲过 你坚持九二共识 你坚持反黑金 你民调第五名 我一样帮你加油 你最后开票第五名 我也觉得你选得好 因为你要坚守你的原则跟立场 我坚持九二共识 我坚持反黑金 民调高低 我无所谓 我走我的正道选下去 投开票也是一样 我今天我的诉求 没有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 我第五名 那第五名就第五名 你今天你侯友宜去跟黑金拥抱在一起 你民调第一名 我也不支持你 这样各位听到朋友有懂我意思吗 他现在民调第一名 我也不支持他 你跟黑金抱在一起 你第一名干嘛 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要你坚持九二共识 坚持反黑金 你要去捍卫中华民国 你要去驳斥赖青德的那些成枪烂调 你要去 你要去 正面对决他 你要去打脸赖青德啦 你在 你在回应个什么呢 你这样子怎么选啊 这到底在选什么 还有158天投票 我们看国民党要什么时候 才要正式的思考换头 谢谢大家 拜拜 就爱电影 UF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